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快又是星期四了 上個星期才跟大家講完耳機 今天又一個星期 今天的題目我想都放上台了 我們這些好東西當然放上台 這個Galaxy的Zflow 2 之前我記得好像有一集的Gadget Live 我們講過你上去Samsung那裡玩過這部機 就拍了一些片段回來 今天就直接兩部實物 我剛才開咪前就拿來玩過一下 這部叫做第二代的摺機 其實兩部你見過 例如Zflow 這部是Zflip 這部是Zflow 2 兩部都放在桌上 我自己覺得這個Zflow 2 就單純我拿上去玩幾下 那個影響很大的 因為它比起第一代的改變 都不要說叫改良 改變都幾多 改了之後我覺得很合理 Martin 你可以等一會再說 但我自己覺得如果頑固今年 除了iPhone未發表 大部分Android機都可能出了一代 甚至乎兩代的機款 暫時我自己印象最深的都是這部 現在作為一部5G機 它是能達到5G的利益 所以我的題目也是這樣寫的 那是否才是5G自行手機呢 阿羅說過 上次我就上去玩 時間又不太久 都覺得已經是 嘩這部機 是這樣 是可以的 今次有機會在三星方面 借到比較久的時間 再去體驗一下 那我都不是弄了很久的 但是在一些應用上 用起來都覺得 今代 今代真的覺得 你可以接受這個摺疊 智能手機的方法 可以真的用 真的用 加上5G 它不是說可以用這麼簡單 我覺得只是 是令到它打開之後的大人膜 完全是發揮到它的功效出來 是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機器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或者大家可能已經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就是你經常戴上手機 可能你要戴上平板 各自處理不同的東西 就因為有摺疊屏幕的技術 改良了 加強了之後 就可以將這兩樣東西 融合在一起 你說融合是不是好 在我自己的角度是好的 起碼不用多帶一件東西 是新鮮的 是的 即有些東西可以無縫地去處理 即我不用在這部手機 又不知道怎樣抄東西過去 又不知道在這部 放在這部手機上去處理 那麼一部機就可以處理一切 我想要的東西 是的 這樣 因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上一部的Galaxy Flow 其實那個Formfactor是一樣的 都是打開的 一個好像正方形一樣 很接近Tablet的用途 其實我度過 真的畫面大小 跟一個iPad mini 不是相差很遠 是 但是就 上一代有個問題 就是問題 第一個就是 因為它是4G 那如果你是要處理一些 畫面量的 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即是一個full size 或者full screen的 一些網頁 或者你在上面再看影片 那個loading time 是相對會久一點的 因為它load的東西比較多了 第二個問題 我幾不喜歡就是它那個打開了之後 那個自拍鏡頭的位置 那是呈一個梯形 這樣就黑了畫面 那變成了我上次就拿不到一個 完全正方形的畫面出去 的視角 是啊 本版 你就是卡到正方形 你的視角是不見了一分 是 而那個corner的位置都挺大 是 挺影響 那三尼就是 當我接了一部手機的時候 它好像是德國西Monda 上次 是啊 是啊 那我很多時候都要打開一部電話 才可以做到基本你要做的事情 相對多於不方便 那 剛才講了一些為什麼上代 我們叫缺點 現在這麼說 我們今代改進 那究竟今代真的改進了怎麼樣呢 不如我們就 好 立刻 轉轉鏡頭 是啊 是啊 好啊 大家 一個開心位 開心位 真是開心的 是啊 因為你看到 前面看 是一個 輪廓20來的 是啊 畫面真的大了很多 是啊 因為 現在Galaxy Z4 II 其實這個畫面大小 是在說6.2吋 嗯 之前呢 是4.6吋 嗯 但是差不多 未到兩倍 是1.6多 這個根本就是一部電話 是啊 那你過往的經驗就是 那個螢幕 真的為打電話 打電話 還有我看到訊息 是啊 我看到有電話 看到一個核心 但是我想看內容呢 都辛苦一點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就打開了 你不要打算打 你不要打算 補充 不行 你知道有訊息 是啊 你看到今代 變了一個 雖然拉長了 是啊 我覺得OK 但是6.2吋 至少你 用光了 整個機面 是啊 現在這個畫面 都有自拍鏡頭 有啊 這裡 拍照其實是方便的 你看到 譬如我現在打開了半部介面 你看到 很方便 我按 真的會按出來 譬如我在這裡 裝了一個WhatsApp 試的 至少你會覺得 嘩 WhatsApp 那個介面 我真的用得到 是啊 我真的可以在 不用打開那部電話了 是啊 這樣補充 這樣按鍵 都可以接受的 那你會覺得 嗯 今代的屏幕 變大了 1.63倍 比上一代大了1.63倍 這樣變了可用性 不只是大了 現在根本就給你一個電話 沒錯 是 你不打開已經是一部電話了 是啊 那 雖然它就很長 這個比例 我 不太記得大概多少 但起碼你會覺得 單手用起來 我用開Xperia 1 都沒問題 是吧 21比21比9 是啊 沒問題 那你會覺得 其實都用得到的 就是你不會覺得 好像上次那個 好像只是看提示 裝飾 是的 這個你在大部分情況之下 都可以 不用打開去的 是的 不用打開去吧 那打開當然 都是最重要的一個 畫面 是的 這個畫面 是的 這個就是 7.6吋的 Dynamic AMOLED 2X屏幕 那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呢 這次 我們看這個屏幕 就不行 就不要只看這個屏幕 就大小了 當然啦 屏幕大小 因為我現在滿 開滿了它之後 沒有了剛才我們說的那個缺角 是的 這個很重要啊 對 上代就有這個位置 舒服很多啊 沒錯 他這次用Infinity O 雖然只剩下一個鏡頭 但是其實你 看回Samsung近年 自己做一些單鏡頭的屏幕的時候 即自拍鏡頭剩下一個洞 單鏡頭的時候 其實做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這個 不用擔心自拍拍照有什麼 我覺得足夠啊 反而就是整個畫面 我看得舒服很多 整個畫面都給你了 完全 完全滿版 其實今代的BESAL 都是幼了的 所以令到你的屏佔比 都會提高 你會覺得打開一部機 我真的整個機 都是一個模樣的 整部TAP LAD 是的 一部TAP LAD 那當然啦 大家都會說 摺疊屏幕 中間的摺痕會怎樣呢 這個無可避免的 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們這個角度 就很明顯 但是你會不會 很老實講 你會不會這樣用 一部電話 很少的 很少 我想會有的 剛才你正式拉出去的時候 你就打平放在桌面 那一下 當Stan用 那個呢 那個就是另一個 但是我想說 你都不會 平時 平時不會的 平時拿上手 應該都會拉完 拉完直動 其實你看到 那條痕都不明顯 其實第一代我覺得 那條痕的摺位 都算是OK的 算是OK的 是的 但是其實呢 我第一代和第二代都玩過 那我會覺得呢 今代CVo2 那個質感 就是我去這裡滑來滑去 自然一點 我覺得自然一點 真的 就是自然一點 跟我平時用的手機 對 自然一點 中間的位 這個感覺 沒有那麼浮 沒有那麼穀 沒有那麼 梟起 因為你們看到 其實我可能這樣看 旁邊 之前第一代都是小小的 這個就現在很平 很平的 還有這個位置 有加強的 剛剛好 塞了那些位置 那就防塵 還有它有一個 今代是用了一個 新的叫做CAM點教技術 它就說裡面 用了吸塵機 那個拖把的原理 做了一些很小很小的纖維在裡面 當你開合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掃走裡面的灰塵 不會令到因為灰塵進了那個教育 就損壞 這代 老實說就是因為上一代的問題 而今代我真的要想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令到用家的用家經驗再好些 就用了這個方法去做 這一代我是 第一代我都有玩過 我覺得這一代整個畫面那個自然了 其實那個畫面的 背光 就不會好像上一代 其實不是太雲巡的 上一代 就是中間那條 隙間位是暗了丁丁的 這一代就 你現在純白的畫面下面 其實就 你見不到有這個問題 看電影就一流了 很簡單 這個 我不知道觀眾有沒有喜歡踩單車 我現在就是看這個玩法的 Live的 大家可以感想一下我平時 如果用這部機器看片的時候 我除了看片之外 我底下還有很多位置 可以看到我 有什麼資料 其實當然 你用盡這個屏幕 其實還有方法 因為它就會有一些分屏的功能 譬如我喜歡看得下影片 我找一些資料 那 好了 回去了 那 我就繼續看 這裏 可以拉這個 我不要那麼多 我只是想看 這邊我看一下 可能看回有什麼新聞 看回其他東西 先看回其他東西 或者看一下 現在的選手 什麼狀況 這個第一代有沒有這個分屏 有的 是的 但是第一代的分屏功能 就受了這個缺角的形勢 是的 那就小了一點的 那你現在起碼覺得 嘩 現在是 是的 那如果 你喜歡 有人說車 說開車 那我 我就可以 對了 將一個WhatsApp 丟到這裏 嘩 三屏 對了 那你就可以 不停打字 誰 誰 誰 充勝 這下 這個功能 其實 iOS 都沒有做到三屏 對了 三個 其實不止 其實最多 還可以拖的 四屏 電話給人 哦 厲害 我一次過同時間開四個program 當然 有幾個可以用到四個 用到三個 我覺得很厲害 但是其實這三個分割畫面 一次過開三個program 你想想你做事的很方便 可能你 右邊 某個視窗 你一堆相 然後 你寫電郵 我要把照片放到電郵 其實我一拉過去 我就可以 好像電腦的做法 是的 好像電腦的做法 但是你在一個5G裝置上面 是的 5G裝置 在街上方便都無論 是的 因為你可以利用到5G的高速 低時限的特電 好處 就是你 我這麼相信 其實 當然 現在接著Wi-Fi 其實我都不知道 都真的可以很快地 用到一個高速 這部它都好像是 Note20 有些Stylus 這樣 沒有的 這個沒有Stylus 沒有的 究竟 有人問我 究竟 這些Z4下一代 會不會有筆呢 我個人還沒說 我是上面 是的 我覺得 這麼大個畫面 這麼multi-task 是這支筆 真的 真的要拿一支 所以我 真的要拿一支筆出來這樣做 我也問這個問題 有一支筆就 你買這支吧 Stylus Stylus 究竟 究竟 我同事說 是不是叫Stylus Stylus 我就告訴大家 如果 如果 Samsung聽到 我們的訴求 是的 我希望 告訴總公司 是的 這支筆 加支筆 不如加支筆下去 加支筆下去 完美 是的 但是加支筆下去的時候 Note就買不到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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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真的很方便 現在都很接近的 有支筆 完全是完美 完全不用考慮 五支就是這架 是的 是的 沒錯 尤其是對於行政級的朋友來講 我覺得 Stylus 都真的買得過 是的 工作 上一代 都以為是老細機的了 今代更加老細 但問題是 差一點 我覺得 差一點 這部就 是解決了第一代 我覺得不喜歡的位置 剛剛就是 前置畫面 還有自拍鏡頭 那兩個大位 是 就改善了 我覺得 已經眼前一兩 其實它真的是 將大家 上一代用開 有遇到什麼問題 而在今代改良了 是的 還有剛剛是 真的是一年 我記得剛剛去年是9月 在EVA上發展出來的 第一代 我沒有技術 剛剛就一年 其實很快 一年時間 就已經 有一個 挺大的進步 雖然你說第一代 有一點點像水溫的成分 但是 證明也是市場接受這件事 才在一年就有第二代 是的 還有你要克服那個技術 就是 可能屏幕上面的保護玻璃 因為它在說的是 用了一隻叫Ultra Thin Gas 就是你要去保持一個強度的時候 又可以屈的 那這一年其實就 進步了很多 還有在這個價錢上面 我覺得 譬如去年說一些旗艦的4GK 跳了去5G的時候 可能說是由6,000多元 一跳跳到說 差不多1萬元 就是那個升幅都說 40-50% 但是這一部 就是由4G上到現在5G 在說的 都是1萬 現在1萬7千 167 156998 16998 是的 相比上年第一代那個 價錢的升幅就 不算 不算很高 上一代是15998 是的 就是比例上 就不是很多 是的 那如果你1萬元 就是買一部旗艦的普通 Formfactor的5G智能手機 是的 我就倒不如買這一部 因為始終你應用的方法 應用的手的習慣是可以改變的 是的 一個5G旗艦智能手機 所以我都是這樣拿出來 用回那些app 用回那些使用習慣 純粹是在上網的 或者app的load data的時間快了 這樣 分別就不是很大 但是這一步呢 你真的可以做多了很多事情 某程度上 我不用帶兩部機啊 甚至乎有時候出chip 可能一些短途chip 我連電腦都不用帶 可以的 那就變得方便了很多 就是作為一部老細機 就是一流 就是剛才你說 其實當然啦 你說戴tablet 就是戴tablet 都可以做的 但是戴tablet 都是一塊的 你現在就這樣倒進袋 做鹹白 是有些不同的 就是我上次跟你說過 5G手機和5G tablet 我寧願選5G tablet 是的 如果要data快 我當然希望做多些東西 或者是同一時間可以處理多些東西 那tablet的formfactor 就比較適合5G 手機就是低手機 沒錯 所以我覺得 在一些multitasking的情況之下 就比較突顯到5G的利益 是 剛才說過 今代用了一個新的教位 其實新的教位 作用在於做什麼呢 作用在於就好像我桌面這部機 桌面那部Zepfib 這樣 因為Zepfib 都是用了新的教位 所以其實它就可以在這個 某個角度的時候 擺平 最大可以擺到112度 我覺得好像70多到112度 這部我這樣擺平 沒有意思 沒錯 就是這樣擺平 你說我這樣來自己看 又不行 對 可能是自拍的 因為這部機 是自拍的 我們看不到自己的畫面 但是 你會覺得 之前 因為這部機 可以這樣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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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Flex Mode 其實Flex Mode 今代 就延伸了到C42 因為螢幕這麼大 更加方便 那究竟Flex Mode有什麼玩呢 可能又要轉回去 我們這個 那有什麼玩呢 第一個就是看Youtube 那可能我現在拍這部影片 本身呢 可能就是 打平看 打平看 就是大屏幕 對 這樣大屏幕 但是原來我一摺的話 開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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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開了這個畫中畫工 對 其實是可以這樣看的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那我連 我連Stand都不用 對 我連Stand都不用 當然 其實這個位置 後面是一個 螢幕 螢幕的位置 你放得小心一點 放在這裡連Stand都不用 另一個用途 視像會議就好 現在流行 對了 不過 它 暫時Flex Mode 就支援 Duo Google Duo 我剛才就和 鏡頭後面的同時 試了這個 Sysco WebEx 是不行的 即是 開到Full Screen 沒錯 其實這個 應該是要 Software 再怎樣支援 除了Youtube這樣之外 其實可以 開個相機 相機也可以這樣玩 相機 你看到 我攤屏 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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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一屏 屏了之後 其實 就變了 所有操作 就去了下面的屏幕 是的 那一拍 其實 我就可以立刻 看回 我的照片是怎樣 直播 panel 是的 直播 panel 應該做直播軟件 這樣 就可以用盡了 用盡了 螢幕 之前拍照 都有一看 但是你說 你肯定跟我說 都可以看回照片 不過那個Full Trail 的圓形 沒有肯定沒有這個 那麼大 其實 因為它有 前屏幕 這個前屏幕 其實這裡有一個按鈕 嗯 這裡有一個按鈕 按了它之後 其實就會 這樣 這樣 打開 就可以用這個 主鏡頭來自拍 就這樣拍了 不過老實說 這部相機 就真的不像S10 或者Note10 那樣 就去針對拍照 比較多針對拍照方面的 這三個鏡頭 都是1200萬相素 就是給你超廣角 主鏡 和院少 可以應付大部分的 但是你要增加 很細緻的話 即是有沒有那些 一億掌數 那些 一億掌數 正常 我覺得都可以 都是可以拍4K 其實 剛才我不是 展示YouTube 其實是可以這樣 這樣看 我這個 這個屏幕 打開YouTube 看看我 打開我 不知道是否在這裏 其實我可以這樣看 我可以把這部機 變成一個 Stand 這樣的方法看 其實是這樣的方法看 和這樣的方法看 都是一樣的 畫面 差不多 看看你自己 自己喜歡 當然 這個Flex Mode 當然可以看東西 隨意調較角度 因為其實 可能 用這個 Sansom Note 都可以 開個筆記 在上面 你看不見 有個筆記 內容 在上面 看不看 下面 不用縮小 內容 你不想雙手拿著這部機 打的 那你就放在上面 對 雖然小一點 但都可以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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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你試一下 在飛機上面 對 覆電郵 OK的 是 Flex Mode 大概是這些 果然是老闆機 沒錯 這個螢幕其實都支援 82Hz的更新能力 跟這個 620 一樣 變成 它的 最佳化流暢度 它就不是 60 120 這樣 這個最佳化流暢度 其實就是 因應你 不同的程式 去調節 不同的更新率 例如你打機 看看我可不可以 開個遊戲 遊戲 先開吃雞 試一下 你看到 其實 為什麼要這麼多手指模 因為始終這個 表面的保護鏡 是有一點 不同的 那麼 手指模 真的 很多 對 這些接螢幕 你又很難在外面買 保護鏡 對 例如你 打機 我又喜歡玩這個 COD 我玩過 練習 這個畫面厲害 夠不夠大 跟你好像在iPad打機 差不多 對 那樣 四條邊 薄乖 四條邊 漏 其實都吃到 百元 你看到 都很順 左右 最後 然後 這個大螢幕真的很吸引 打到下機 我覺得 打到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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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是 它 它又會跟你吃回那個畫面 所以 是不錯的 對 好 這個 不玩了 好 好 好 相對這架 一二代 我的分別 就不是太大了 兩條不同線的 我會覺得 現在 是一批的 這個 就是你買了 一批的賣 一批的賣 是吧 這部 其實 它 那時候 在說 比較珍負的 對 出那時候 第一代 ZVIP 4G版 那時候 有 幻彩色 這樣 到今年 就出多款 5G版 那這部 這部 好像粉盒 那樣的 手機 我會覺得 中性的 對一些 不是那麼 想大部機的人來說 因為 始終這部 C4-2接起來 真的有點厚 就是 這個 兩部電話這麼厚 因為它一邊 一邊就是一部電話 兩部電話厚度 這個 這個真的是一個 就是有些 取捨 你要用大屏幕 還有它的重量 都是 1加1等於2的重量 我覺得都很 都接受的 我接受的 厚度都是1加1等於2的厚度 都是比上部重的 好像比上部重的 那 這部機 可能真的 很極致的人去用 好像剛才跟我 相當開心 對 相當開心 就是一些行政人 那你可能這部 C-02 C-Asoys Z-VIP Z-VIP 可能是一些 輕鬆一點點的朋友 又想試一下 用這個 接疊屏幕 手機 有什麼好處 我會覺得 有 可以選這部 是的 這部 就是 截到手袋 真的 比較小 是的 當然 用途 就沒有這一部 那麼 變化那麼多 即是重度看片 是的 或者重度回覆E-mail 是的 或者重度看股價 看看有沒有被人操控股價的朋友 如果大屏幕 就真的適合那些 是的 看著你落盤的 沒錯 那 我自己覺得 是的 就如剛才所說 其實今代 跟上代 其實定價差了一千元 是的 是的 相比手機 相比手機 四支上五支那個 升幅就 很濕碎 是的 今代真的是值得買的 是的 那究竟 但是 哇 我一出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說 哇 一萬多元買一部手機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買某個牌子的手機 都過慢了 是的 現在一部手機 用了兩個功能 也有兩個方法可以融合得 我覺得都OK的 算是OK的 其實你會覺得價值 就不是真的高得太緊要 相對一部 普通手機方法的產品 我覺得 沒錯 那就OK的 是的 好 那今天 略略都和大家玩過 就是這部 新的機器手機 是的 看看還有什麼新的 今天呢 其實還有一宗新聞 想和大家說一下 那就是 Xbox 其實昨晚X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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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公佈了那個售價 那昨天很有趣的 因為其實昨天下午就 美國那邊就公佈了它的美金的售價 那昨晚很快 就大約八點鐘左右 香港區那個售價都公佈了出來 我是看到Facebook的那個 對 是的 因為它很厲害 其實是昨晚Xbox 在它自己的官方Facebook 就打個價錢出來 就是我們連新聞稿都沒有收到 是的 那它已經有個價 驚喜位在於什麼呢 就是價錢 當然 那兩部Xbox那個價錢都十分之進取 可以說 譬如黑色那部Zerox 就是有8K這一部 是 380 而最驚喜就是白色這部Zerox 因為Zerox其實就是 最初公佈的時候就沒有說這部機 應該是昨天大家確認了 原來都會有一部白機 是否官方生氣了 被人爆了一些東西出來 爆了它 今天還有東西爆 這個2280 哇 不要說次世代機 金代機的價錢 真的 賣次世代的遊戲機 大家就說 良心價 真是沒有什麼人在Microsoft的網站 是出留言是賺的 平時大家看到這些留言 平時都是彈的 平時都是彈的 是 那大家很開心 好了 到今天其實Xbox在今天的下午 應該是兩點鐘左右 再公佈了一個詳細的規格 就是兩部機 因為很少 平時我們昨晚看那個價錢 或者看官方的Facebook那個形容 其實對那部白機的規格 就不是說得很清楚的 我們都猜猜一下 因為它說得很曖昧 那部白機都有82Hz價 是 咦 2000多元 有4K82 有些匪夷所思 所以都不是 先看清楚 不要說半信半疑 我們都不敢說這一句 應該是假的 對 先看清楚 那它今天就完全把一個很細緻的兩部機的規格 就放了在它的官方Facebook Twitter 以及我們都會收到新聞告 那大家就可以 我想和大家比對其實兩部機的分別 現在大家的畫面上 中間那個就是Series 那右手邊的那一行就是Series 就是白機 那其實你由那個CPU GPU 就已經可以看到兩者的分別 那當然兩部機其實都是一個Series 架構的AMD CPU 那但是呢 兩者都是八塊的 但是兩者的時脈就有少少分別 在CPU部分呢 分別就不算很大 但是當你去到GPU那部分呢 兩者的分別就很大 那兩個都是AMD新的5000系的GPU 但是呢 但是呢 CX的黑色那一部就是 52CU 那就是1.82GHz 那就是 CX的白機只有20 那其實你看到這裡 兩部機的GPU的性能呢 其實已經是差不多三倍了 那如果你看到下面 它公佈出來的GPU的Power 就更加明顯了 是12.5個Teraflow 和4個Teraflow 所以那個分別就真的有三倍的分別在這裡 那如果你說 我真的想玩一些很高解像 或者要求很高的質素的遊戲呢 那似乎這部白機呢 就很辛苦了 或者這個解像到上面就走不了了 好了我們再掃到下面看了 你看到有分別啦 那就是有這個 黑機會多些啦 16GB RAM 白機就是10GB而已 那好了 出來的分別在於什麼呢 就是兩者的解像度 那如果你要找60FM 60FM我想現在都算是最最高的 那但是在下一代遊戲機 無論是PS5或者是Xbox的Zerox 60FM是標準的 嗯 那在XboxZerox的黑機就是4K 60FM 那在某些情況其實是可以上到82的 因為當時其實 到時的遊戲機是ALM 就是它那個 referferry 那個film就會跟著遊戲畫面 和你電視機的配合去調節的 那但是標準的有60 那但是當你去到那部白機呢 是只有1440而已 就是如果有60的情況之下 就是2K 是不是2K 2K都未到 2K都未到的 是的 其實在說現在 譬如現在的Xbox One X 黑色的 就是現在的黑機 都已經可以去到1440、120的 嗯 是的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 不是啊 新的那部ZeroxS的白機 是連現在的黑機都不如的 哈哈哈哈 就是如果是跟SPEC的對比 是 Storage都有分別 一個是512G 一個就是1T 但是我Storage這件事情 你們可以延估的 沒錯 問題不大 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 GPU的performance 是 如果你說對未來的遊戲要求很高 又或者是有些遊戲 譬如好像我今天看完這宗 這個規格呢 譬如那個 你能玩到漂亮畫面的Xbox One X 其實就 一定是充黑色那一部 就是你看完今天那個SPEC 白色那一部 昨晚看很驚喜的 但是當你今天參考完那個SPEC 我又有些變回好像 像今年年初出一部閹割版白機那個 6G價錢買3分1 對 就是那個情況 對 你看完那個SPEC 其實很雞辣 變成定位有點無 對 就是昨天大家很驚喜 哇正啊 總共2000幾元 120Hz 但是 他真的 咦不是喔 咦 GPU很差 不是大家預算那樣東西來的 所以 我覺得黑機仍然是由它那個價值 還有380元 老實說 如果我真的要用電腦去玩這樣 一個遊戲 我想你這個價錢就 買到顯示卡就買不到CPU 攬著顯示卡就算了 是的 不要再說新的3080了 買了顯示卡 為什麼新顯示卡 是啊 我們買3070 3070也一元 $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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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理論上就剛剛買到一張3070 但是其他東西全都給你 是的 沒有CPU 沒有Hard Disk 沒有Hard Disk 沒有火牛 什麼都不包 就 如果說遊戲門檻 呢 XBOX是值得的 就是相對PC 因為很多時候有PC版的遊戲 都會有XBOX 沒錯 那我就反而 用XBOX去補充 我打算買PC打Fight SIM的店頭 嗯 可能是這樣的都不用 那等它11月的手機出錯 還有到時看看過程 是 現在大家仍然就再觀望 就是 好了XBOX開了價 到底PS5 會開一個什麼價呢 會不會陪Microsoft 出一個這麼實實力的價呢 還說不管了 它原先的計劃都是比較貴的 嗯 就是PS5好像是五千多 三個 三個 是的 就是比較高的價 看看到時出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這麼有見證 不過我覺得 無論XBOX好 或者是PS5好呢 都真的應該衝一個比較 high-end那個規格的型號 嗯 是啊 我覺得香港的玩家應該都是買 high-end規格的 就是不只是欠個ROM 就是那個干碟機的問題 而是根本連GPU都兩者有分別的時候 是 現在的4K或者甚至乎8K電視都普及了 是 所以就 我自己覺得就 衝軌一步 是 就是貴一些 就是始終那個hardware規格好一些 是啊 因為現在的遊戲真的真的大吃 不是這麼少 是啊 那些大作可能有多些光效 對 還有XBOX這次也有 因為AMD這顆新的GPU 也有raytracing 嗯 所以就 即是畫面比較漂亮 應該你要買更厲害的 如果你要應付這個raytracing 對 這個Unbuilt Engine 5 已經做了掌握了 對 對 是啊 那AMD其實今早都公佈了 PC版的RAIDON 5000 就10月 其實是不是今個月 10月 10月 10月28號公佈了 嗯 那10月8號就send free 就是那個新的CPU 是的 所以其實這些spec都 都幾standard的了 這些雖然好像很high end 但是其實 我想今年下半年了 或者明年年初大家 砌機也好 或者買system也好 這些spec都是 很common的一些spec來的 變了主流 是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心買XBOX 充補黑色 就是昨晚開心完 看完白機的價錢 一人驚喜 畫完就算了 以我們香港的朋友來講 應該一定都是買黑色機 是的 看完就開心完就算了 但是真的充的時候 充補黑機 那我覺得 就是黑機三千多 其實那價都 可以的 真的算便宜了 可以的 相對電腦 相對電腦 對 相對電腦 還有大家都會覺得 ps5應該就不止這麼便宜的 是的 我猜四千多 其實今早有一宗新聞 四千多五千元 我就沒有寫 英國有過那些 Premium 那些 Nexamy的公司 就出了一部 24K黃金版的ps5 對 對 但是太離地了 我也沒有特別拿出來說 就是那些 24K黃金版的iPhone 對 大家就說 這個 因為ps5未開價 猜不到 這個24K黃金版就開了價 當然很離地 就是無論它的主機 它的手掣 它的無線耳機 都有這個24K黃金版的 那就逐件計 對 都幾金 是啊 真的幾金 它有相當大的水位 所以就算這個sony 開過PS5多少錢都好 它都完全是夠水位走的 所以它可以 今天就預先公佈這個售價 完全是不需要等這個sony公佈 是啊 是啊 有很大量水位 沒錯 那黃金就算了 黃金這些 發夢才想 我想ps5應該短期內 或者甚至乎有機會這幾天有價錢 因為 好像已經 是不是美國 開始預備做preorder 是 11月20日 是啊 是啊 所以做preorder的時候 就是你會開價 所以短期內就會知道 因為現在我們都9月了 其實很快 你要追聖誕檔期 你一定是這段時間公佈 XBOX在美國公佈了9月20日做不就 即是越來越來越 但是香港就沒有公佈了 嗯 嗯 我們同事就說 是的 我們同事就說 即是9月9月幾就preorder 那究竟香港什麼時候呢 就要等香港的官方的資料 香港你公佈了一些什麼遊戲 適合大家玩 HALO 大家都是HALO HALO HALO 先擺定部機先 我們 昨晚出完價錢 但是今天說買這部機 你不是說Microphone 這幾正啊 100K格制人 有沒有Way Tr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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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phone 都是啊 都是啊 反光的 但是都是格制人 幾正啊 也有的 譬如那些賽車Game 是的 賽車Game Forser Forser 質素真的高 是的 還有其他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緊張 上次不是一堆遊戲的 其實很多都有些新的玩法 即是可能畫面風格口味 未必 即是好像我們 即是香港的玩家 這麼日系的遊戲 我們玩開一些日系的遊戲 是的 是的 但是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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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玩法都挺新的 是的 那 都 觀望 其實今年我想 就是 很快有九月 其實說到第三季尾 第四季頭 開始 很多的科技公司消費產品 其實在頭三季的業績都相當 就是 肉酸的了 大家都 發力 發力 最後這一季追得幾多 得幾多 所以不要說這一步了 其實我想下個星期 無論星期一二三四都好 我們都 很多新的東西等著 試 開箱 你說下個星期 我想下個星期 我們有 我想下個星期 隨時我們有三集的 隨時最少 手機 都是手機 我有相機 手機 手機 電視 哈哈 所以相當之 真的沒有份 哈哈 我們可能 開幾集 或者開一集長一點的 大家一次過 可能失機無神 突然間 禮拜一插一集快的 禮拜二插一集快 禮拜三開一集長的 都不定 我看到那個 我看到我們 密密麻麻的那些K人 是啊 很簡單 沒有出記者會這麼久 不定下個星期就爆 那整年沒有一個星期 好像下個星期那麼充實 是 那下個星期真是 都好的 社會復甦 經濟回復 繁榮活躍 好事來的 是啊 下個星期 看看吧 下個星期 一凌晨 是不是 星期二 星期二 二晚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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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 星期三 星期三零一 星期二有事情發生 星期二 星期二被人爆了 都不是的 一次爆了 星期二上午九點 就 Sony有相機了 那 怎樣 這樣還是這樣 不知道 不可以 那 星期二 零一 大家留意著 PZ網站 我們都會同步更新 大家 星期三 又 Apple 還有其他事情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分享 好 那今集時間就到這裏了 下個星期 真的緊留意我們 是 隨時有事情爆出來 很多事情做 好 那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